大家好,我是Dan 前几天,一位摄影师被质疑在摄影棚现场偷拍ESPA成员Winter而引起了一阵争议 对,这又是一件时间多的网友创造的争议 首先这件事情是在起崩西拍摄现场 Winter跟Karina在看着镜头说话的时候 一位工作人员拿出手机,然后在他们身边经过 再将手机放进了口袋里 所以最初发现的这位网友在Twitter发文 工作人员好像偷拍了Winter 仔细听的话会有相机声音 在经过之前事先调好了相机 这些内容马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风波 很多使用Twitter的网友以及女超网站 开始人肉搜索工作人员的个人资料 集体带风向攻击这位工作人员 偷拍饭,偷拍饭好恶心 到现在拍了多少人呢?早点XX吧 甚至还提倡公开证明 请大家一定要写上名字,是XXX的摄影师 在摄影棚工作的时候,用个人手机偷拍女艺人的XXX XX非法男,偷拍男,犯罪者 这个摄影师目前为止偷拍了多少呢? 就算被逮捕也应该会算是出犯吧 除了这些内容还有非常多 只要在影片里说了 就会被黄标的人生攻击内容 因为争议变得越来越大 XXX就马上回应 那位工作人员是担当拍摄的摄影师 已经确认过没有做过引起误会的事情 虽然有了官方的回应 但是那些人还是继续不相信官方的声明 闭上眼睛挡住耳朵 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内容继续攻击摄影师 所以摄影师就公开声明表示 会对酸民进行提告 结果 第一个发现这个正义的网友发了一条 因为我上传的一个推特 而遭到很多指责的摄影师 真的很道歉 后关闭账号 突破了 结果感到害怕的那些房间里的法官们 开始给摄影师传送道歉文 也有人传送了手写道歉文 甚至还有人传送了道歉影片 突然集体的反省忏悔 但是摄影师不领情在IG发文表示 已经提高了不要再传送短信要求原谅了 话说回来 哪个神经兵会在四面八方都是尽头的地方 甚至还有那么多工作人员走来走去的地方 想要偷拍呢 而且看到这个正义后 只要自己去找影片看一下的话 就能马上知道 Winter当前穿的还是裤子 总之之前都有过那么多的经验 还这么容易被带风向的话 真的是 对于Aspel Winter的创造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着聪明们的结尾真心感叹的操劳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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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